來看題目,這個題目都很簡單 這是基本的題型 就是燈光絲綠色的光打上來 那請問你它會怎麼樣?什麼顏色? 基本上就是這種問題 好,可以看得見紅色就是它反射紅色光 它透色紅色光 然後它會把別的東西都吸收掉 所以呢,打綠光會照 打綠光是穿綠衣服 打紅光會穿紅衣服 就表示它是白色的 因為白色可以反射所有的光線 那綠光會穿黑褲子 紅光會穿黑褲子 它就有兩種 一個它本來就是黑的 因為它是藍的 我們知道我們的RGB是藍的 因為藍色把它吸收掉 所以呢,它會變成黑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了是B OK? 跟剛才一樣的東西 它會呈現什麼顏色? 跟剛才一樣 它會呈現啥顏色? 來 這位大哥叫做 二十八 二八 你選的是豬 請坐 紅光照黑色 就表示它可能是綠色或者是藍色 那麼綠光照它變綠呢 就表示它就是綠色 那藍光叫藍光被吸收掉 所以呈現就是黑色 這是跟剛才一樣 這是跟剛才一樣 但是呢,某一些人喜歡這樣出題 某一些人喜歡這樣出題 百分比 面積比 該紅就紅 該綠就綠 該藍就藍 該黑就黑嘛 然後就可以算出比例 其實跟剛才是一樣的 只是感覺上 把它變成一個比例 好像稍微 比較有程度一點而已 大概幾比幾 大概幾比幾 來 可愛小女生五喔 五啦 這是男生 女生有嗎 有 有 十三 你選多少 你選的是豬 請坐 你選的答案是豬兒 有 綠光去造色子 黑色的就是誰啊 紅的 紅的會變黑 藍的會變黑 二十加四十變六十 六十是會變成黑的 綠色的白色會是綠 綠色也會綠 十加三十就是四十 所以就是六十比上四十 六比四三比二 所以答案就是三比二 這就是基本上考顏色的 光就是這種考法 本來就是照下去 你會看到什麼顏色 會怎麼樣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這個學測 也考過很多次這樣的類似題了 你可以在家庭最多看得到 OK